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想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还有议题的整理 以及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正义性事件背后 直到我们在关注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很期待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因为当您的捐款 作为我们最主要的 这个支持力量 绝对是可以让公众捐款 让独立媒体走得更久 更远更好 也可以做更多的好的报道 跟深度的访问 并且能够持续的听到 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谈一个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 提了很多次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移工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最近当然不是直接谈移工议题 而是要谈最近有一个法的修订 就是在今年1月12号的时候 行政院他公布了 这个露出国及移民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 那其中的第74之一条 他会大幅的提高预期停留 或是居留的外国人 那会他的这个罚款会被提高 那从原本的这个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这个罚金 会提高15倍到3万以上到15万之间 那这个罚金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在台湾这个预期 然后在那边滞留 那罚钱应该是应该 也是一种某种社会秩序的这个维护 不过台湾人权促进会 其实他们在前一阵子 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来对这件事情提出了一些疑问 以及一些批评 那特别是他们提出 这样的一个法规 是这个修订的内容 是对于所谓的逃跑移工 或者失联的移工 是有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人权上面的侵犯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 是逸祥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个话题 逸祥你好 管老师好 很高兴可以再次跟 灿烂时光会播室的各位朋友 大家再次见面 谈这个移工的议题 我觉得你们要不要固定来这里 开一个专栏之类的 我们每个人每个一阵子 固定谈一下 开全会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资讯的来源 谢谢 应该说实在的 就台湾最近这几年 我不能够说社运越来越 越少而是说社运其实相对过去 可能不是那么的蓬勃 可是事实上每天还是有很多的记者 会很多的这种公厅会 或是很多的一些行动出现 但是这个台湾会可能是里面提供最多的 这个角色之一 好 所以以后也许我们可以讨论 到底以后有什么 比较长期 来做这样的一个 更关注在人权议题上面的一些监察 一些的报导 太好了 有个见其成 对对对 好那我们一开始还是要请逸祥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出入出国这个及移民法的第四 其实是一条的内容是什么 你们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有一些质疑的呢 好 其实入出国及移民法其实是之一 他要处理的是预期在台的外国人这样子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梅雨补习班老师 或者是一些白人观光客 或者是欧洲的这些这些脸孔这样 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说 其实在台湾有高比例的预期停留的外国人 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移工 而且是大家经常在媒体上所知道的逃跑外劳 或者是官方证明的失联移工 那其实甚至我们根据这个移民署 他有一份文件是有 九成的这些所谓的预期在台 非法的这些外国人其实就是失联移工 那台全会我们关注这个外国人收容所 就是这是一个在被专情队抓到 非法的这些外国人等待遣返的一个 一个权控机构 他相当于就是一个监狱 那里面高比例也都确实就是 所谓的逃跑外劳这样子 那因为这一条他非常大比例的提高罚金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政府他想要解决这个 这个所谓非法逃跑外劳的这个问题 而且是主要是由移民署来发动这样 那但是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法条想要杜绝移工 不要逃跑的这个事情呢 严刑峻法本身就是他没有办法根治 或者是解决整体台湾移工政策 三十几年来成科的问题 而劳动部其实是这里面最主要的角色 那当移民署在后端去想要透过提高罚金 来减少失联移工 事实上这个法条本身是打破他的目的的 因为失联移工逃跑 有他的背后非常脉络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我的文章的批评就是说 这个修法不但没办法解决他的目的 反而会让台湾的整个移民政策的治理 会造成歧视移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因为这个法律本身说我提高罚金 就是你就不敢逃跑了 但是你觉得说提高罚金 他们不会不敢逃跑 可能会更严重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一个人 就是国家公权力本来就有一个规范 他可以去透过他的工具来去惩罚那些违反规范的人 这样子 那当然这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角色 但是其实我们会认为就是说 这个提高罚金是把自己把政府把头买起来 不愿意看见根本的问题 然后我不敢说 移工看到这么高的罚金 到底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但是当一个人要生存 一个人背负高额的债务 然后一个人知道他的家需要他在台湾工作来养活 当他遇到一个不好的老板 然后会对他性骚扰的老板 然后甚至就是说被虐待状况 一个理性的人为了生存 然后有各种的困境 我想在这样状况下 你根本不会去在乎移民法七十四之一 到底发多少钱 你为了生存 他可能会破输去了 反正我抓到也是被罚钱 那我干脆我就跑得更远 或是我的躲得更好 然后我赚更多的钱 因为我需要这些钱 或是这些雇主可能对我是不好的 或者是我对他 跟他之间有一些跟人和的摩擦 那这反正是我可以解决的方法 那反正我出来 我就会被罚钱 或者是罚了更多 所以如果这要去解决所谓的失联移工 或者是逃跑外劳的问题 恐怕要得从他的这个为什么会失联 为什么会离开这个原来的雇主 甚至某种不告而别 再来做一些比较更根本的讨论 待会我们会继续谈这个话题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从你们认为说这个法令 虽然做这个修改 由他的从国家的这个管理的角度来讲 或者是他们会政府会认为去解决某种的这一种 所谓的乱象吧 或是某种的现况 可是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实际上面解决问题 那更大的问题 你们会觉得说这个跟他们过去的台湾的政府 在所谓的人权的这种声称上面 例如说我们可能包括这个两公约 或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国际组织上面的声称上面 是有着什么样的落差吗 其实包括两公约 本身就保障在台湾的每一个人 包括不管是合法还被罚的移工 你只要在深南台湾 那你就应该要享有基本的人权保障 那更何况其实最近我们的内政部才开始重新启动 这个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 这个公约是台湾还在联合国就已经通过的公约 而且去年底才公布了国家报告 那他这里面很大一块台湾的种族歧视的问题 无非就是原住民组跟我们这个 我今天看一下数字台湾的移工已经来到72万 72万人数 对就是我们疫情期间有下降一波 那之前最高是71万 那现在稳定的成长 又来到72万 甚至快要到73万 那这样子的一个数量高于原住民 原住民族高于新住民的这个庞大的 这个人口 然后而且在台湾 对台湾各个领域的产业贡献这么的大 那但是我们在很多的移工的治理方面 其实都还是违背了 不管是两公元的基本人权保障 还是种族歧视的精神 其实都是背道而视 那这一次的移民法的修法 就很清楚的体现这件事情 那除了这个修法之外 我想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 前一阵子 移工购买电动机车 要获得雇主的同意 然后疫情期间 移工洗澡 吐天洗澡没有戴口罩 包括苗栗的 移工禁令 这是一再一再的 其实从政府企业到一般的社会 其实都一直都很难摆脱 我们对于东南亚移工 非常深层的这种 歧视污名跟标签 那很遗憾的就是说 号称要保障人权的政府 其实在这个移民法修法 其他的条文 还就是虽然有些问题 但问题不大 可是在这个法则的提高 我就觉得他没有做好 所谓的人权影响评估 就是我们的很多政府的作为 其实在研你阶段 他就应该要做好 就是说如果一旦你这个法律通过 他到底会有些冲击 然后你有没有去找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然后去访问移工团体 访问人权团体 然后访问业界 就是难道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雇主他们可能很希望 就是说不要逃跑外劳 但是这个法条真的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吗 因为很多的雇主 其实他们就是需要工人 然后需要解决他们长照的问题 然后需要很多的 那你如果今天定了一个法规 会不会有反效果 那其实这些都需要评估 但我们就会看到政府的法条说明 其实非常的没办法说服人 然后显然就是没有评估的样子 所以就像法律这个东西 它事实上充分的反映出立法者的思维 就是立法者他到底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象 他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秩序 或是什么样的生活模式 事实上都会从这个制定法律 这件事情的法律条文的本身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包括我们看到过去讨论过很多 像统婚的相关法案 他为什么在民法里面做这些规范 他就是一个权利者的 或者是立法者的思维 那还好在民主国家里面 他事实上至少还有一个公听的过程 至少一个立法院的过程 那目前这个还是一个草案 所以草案到底来讲 他应该后面还有一大堆的这种相关的讨论 那当然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就是你在定草案之前 你就要把利害关系人召来 一起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可是回到那个现实上面 那如果你觉得不要去提高法则 怎么去解决这个所谓的移工的这个所谓的逃跑这件事情的问题呢 好呃其实呃我们的这个呃现在逃跑移工的这个数据哦 其实呃它维持在8万8万个8万多 你刚讲说我们有72万 但是目前的数据有8万 就大概也有伤近这个一成以上 对差不多 然后在这里面呢 呃最主要逃跑的人数呢 其实是来自越南的移工 来自越南的移工就大概占了5成 嗯那个呃越南男性的移工大部分大概墙工 呃呃呃呃就是这个大概3万 然后女性的越南移工大概1万这样 然后第二高的人数就是印尼的女性移工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就非常的符合现状 因为台湾的所谓的家庭看护工 99.9%都是女性 而且高比例都是来自印尼 然后这些女性的印尼移工 他们不符合不是用劳基法 基本薪资其实是离他们的薪资 离基本工资其实有一段的差距 就是大概8000左右 然后他们工作的场域就是雇主家 家里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劳动现场所面临的风险是高的 然后他们劳动条件是跟厂工啊 或者是其他的工人的劳动条件是相对 所以当他们有机会 知道另外一个雇主可以提高比较好的条件 或者是他在他的工作现场 遇到了这个比较不好的雇主 那逃跑就会是一个推力 就是就是就是一个诱营 一个一个一个他们选择的 的这个呃的方式 那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越南移工 那前阵子台湾社会在讨论的九枪 这一部很重要的纪录片 就是在记录阮国飞 呃这个逃跑外劳的这个悲剧 那普遍来讲 越南移工是这四国移工里面 他们的仲介费是呃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们报导者呃这个相关的这个呃 报导显示呃越南移工他们的仲介费 其实就呃大概呃有可以高达 7万对不起7500美金 其实相当于有高位 非常非常的高 那呃这个像像我自己能不能够马上 拿出这个7500美金 我自己都会有保留 那更何况是很多生活在越南偏乡的 这些年轻的这些年轻人 所以呃呃很很高的比例 这些越南移工 来台湾之前就已经扛了一屁股的债 也就是他们透过重 他们透过仲介费来支呃 他们透过这个借贷来支付仲介费 然后呃取得来台湾工作的机会 但是呃台湾呃的这个呃薪资呃 就说呃有很他们呃 很高的比例就是来支付这个仲介费 然后当那个当这个借贷立席 已经无法呃就说,让他可以不呃 在台灣好好生存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好好的去 通過他的勞動來 讓他的家人在越南過得更好的話 你會看到從數字就顯示 有一半的逃跑外勞就是越南移工 所以這背後就反映了我們的移工 移工政策 我們的勞動部怎麼樣來因應 這個高額仲介費的這個狀況 然後有沒有可能就是 不要讓移工來負擔這些仲介費 因為我們知道仲介費 它是一種服務費 那現在很多國際的這個 這個人權的要求 其實就是所謂的 移工零付費的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因為仲介服務的應該是雇主 那這筆服務費 應該是由雇主來支付 而不應該由工人來負擔 當然我們知道台灣因為語言 因為很多的繁瑣的招聘的這些規範 就是說雇主會需要透過仲介 來跟移工有很多的接觸 比如說我們知道 可能連薪資都是從仲介那邊 來付給移工的 那這邊也沒有很多的亂想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呼籲 勞動部應該從移工政策的治理面 應該要盡可能的符合國際的規範 然後包括我們所關注的 遠洋漁工 其實他也應該要由勞動部 來做一個作為勞工 勞動權力保障的一個主管機關 他應該要做更多 那這些其實才是 來杜絕逃跑外勞的一個 我們應該做的 那光是提高罰金是沒辦法解決 這8萬個移工逃跑外勞的 也就是我們在解決這問題的時候 從他根本的原因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們這些移工來這裡就是要賺錢 或者是可能就是貪婪 或者是甚至有些規築 就在那種本性的問題 或是規築吃不了苦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能不能吃到苦 可能要看那個苦到底是不是合理的苦 就是規範等等 或是勞動的條件就是所謂的苦 那如果苦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 那這當然很多人當然就會抗拒 可是他如果抗拒 他沒有一個好的管道 或是沒有很多好的一個 正常的所謂轉移工作的這種方式 他當然會選擇剛剛談到的逃跑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談到一個高額中介費的問題 其實也可能是一個更根本的原因 如果這個中介費 像剛剛逸祥提到的這麼高的這樣的一個數額 我想他大概光是買入財就要花很多 買入財之後他才能夠坐飛機到台灣 然後他的工作大概有很大高的比例 是在還這個中介費 所以那個長期下來的那種經濟的負擔恐怕 心理的負擔恐怕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不過我們剛剛談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所謂的移民的法規 他事實上是法律是反映出某種的立法者的思維 那當然他也反映出某種的社會的現象 我們待會會回過頭來先休息一下 回過頭來再繼續跟逸祥來請教 就是我們整個的移民政策 他到底反映出什麼樣的一個思維 這個移民政策反映的思維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入出國移民法裡面談到的 這個居留滯留的這些的罰則 或者是前一陣子我們一直很關注的 所謂香港的移民的問題 其實他都有很多的這樣的一種思考 包括前一陣子突然間冒出來 所謂的香港久不得 就是香港人在這有什麼九個不可以做的事情 那後來我們的移民宿也把這個東西撤掉 覺得他是說這是一個烏龍一場 但是他可能還有某種的價值在這裡面呈現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訪問這個意想 所以要看的是這四年的移工 通訪的專欠對有哪行業專欄 是說根據山坡占對關於內地 那像有頭照四年的移工 比較多的地方來處理 有哪行業專欠對關於內地的方式 說出過就找到七十五個四年移工 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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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遭本隊人員制服在地 新查證賀然發現其中一人為毒品通氣犯 查到的這兩個四年移工 全軍隊說 跟其中一個移植 立出告到 以免法強制競爭出境 另外一個毒品通氣犯 是給予健康 以上病毒地減速進行之後 結果以法競爭回國 在這軍在在邊境漫漫改風 出境的航班上台化 通風全軍隊也成立專案秀座 查接四年移工 近期將持續針對轄內 疑似雇用四年移工的地點採取 擴大取締行動 並配合勞動單位 進行勞動檢查及法令宣導 根據三部 統治政軍隊占隊 合國內移除車 四年移工的熱點 跟燦爭的熱點 採取更大處的行動 國家上車車盤車 設計中央查到七十五個四年移工 已經進行相關的收容 和歐洲共濟出國的組織 並且觀察人在一定期間來 為人過來台灣 既然綜合不讀 歡迎再次回到 《燦爭時光惠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仲鄉 《燦爭時光惠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基督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一體整理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心事件背後 知道我們要去關注的一些議題 讓我們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群眾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真正的獨立 可以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多的報導 做更深入的這些探討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秘書長 是一翔一翔你好 關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節目的上半段 跟大家談的是這個 陸出國 每次都講到出陸國 陸出國及移民法 這個名詞其實不是很好念 只有來講說記很久 陸出國及移民法第74之一條 這個是一個草案 那這當然行政院希望能夠提高法則 就是一個法經然後去讓這些滋留 預期拘留的這些外國人 能夠不要再去做這樣 不要該該離開就離開 不要這邊這邊在這裡留在這裡 那特別是 一翔覺得這樣的一個條文 他是針對所謂的失聯移工 或者逃跑外來而來的 那回到剛剛的節目也提到這些失聯移工 他們在這些過程當中 他可能會遇到的一些 為什麼會失聯的原因 事實上跟我們的制度法規是有關的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來看 就是我們雖然可以理解這些 移工的這樣的一個 逃跑或是失聯的這種狀況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來看 就是這個失聯移工或逃跑外了這麼多 那難道不會對台灣的社會安全 會產生一些影響嗎 我必須說 這個七世之一他的立法理由 就真的成為老師的問題 他就是會擔憂 他把外聊這麼多 然後我們是不是會有 比如說 治安的問題 國家安全的問題等等的 那 其實這真的反映了很多一般 台灣人民的所謂的一些刻板印象 那我記不記得大家 還記不記得之前台鐵有所謂的紅龍 紅龍事件 OK 這台鐵台北車的紅龍事件 對紅龍事件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移工 難得假日休假 那台北車站又是一個 所謂的交通的中樞 很多移工他雖然可以休一天 但他其實真正休息的時間 就只有幾個小時 所以他們為了要非常經濟的 享受他們難得的休假時間 當然台北火車站就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台北車站就會在那個時間 聚集非常多的移工 那那個時候就有一個檢察官 就在他的臉書說 這會不會出亂子 出亂子 哈哈哈 他的臉書就這樣 而且是做一個檢察官 所以他就是反映了 就是說當我們面對一個 跟我們台灣人的樣貌 宗教習慣語言 然後很多的就是 我們都很陌生 那在這種陌生不了解的狀況下 就很容易讓大家會有恐懼 然後恐懼進而就會想要去做規範 那紅龍事件包括要求規範 越來越多移工使用電動機車 然後各種各樣的這一些 為預先就對這72萬的移工 想像出來的那一些作為 然後做出規範 但實際上 如果你去比對 移工的犯罪率 跟全國的犯罪率的話 移工的犯罪率是遠低於 全體國民的這個犯罪率的 而而且 而且移工的所謂的 這一些真正會 有所謂的那些重刑 重大命案這一些 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就算有 之前這個特弘辛案 之所以會殺害船長 那也是因為 我們要脈絡理解是船長 在海上孤立的狀況 他長期的虐待 這些移工 所以那些移工 其實是在不堪的 不堪虐待的狀況下 犯下這樣子的命案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特殊 少數的案例 那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都知道 移工 他們來台灣的目的就是為了 生存為了賺錢 所以他們當然不太可能就是 會真的 想要去做出很多 所謂的那些什麼國家安全 危害的社會秩序的 反而我們要看到的是 這72萬的移工 其實是解決了非常多 高齡少子化 長照家庭的需求 然後解決了我們這些中小企業 在疫情 很多疫情期間 重要的那些訂單 然後解決公共建設的問題 可以解決的 就是讓我們的漁業 可以獲得很高的經濟的效益 甚至有一塊其實就是農業移工 大家注意到 其實我們台灣的移工政策 其實是還沒有大量的去開放農業移工 我看到數字大概就是可能幾百個名額 那可是呢 這個農業缺工應該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而且農村老化 然後很多的人力人才的外流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的農村的問題是 就是由淘寶移工來解決農業缺工的問題 這不僅不管是從 這個再見可愛陌生人的紀錄片 還是中盛雄之前的 以及農業炸軍 其實都有非常扎實的報導 然後讓我們看到這一面 所以這個到底移工這麼多 移工這麼多 會不會造成社會安全的問題 在我看來 這是一個大家想像出來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 想像出來的狀況 其實是來自我們對於文化語言 然後他們重要背景的這些陌生 那政府應該要做更多的努力 來讓已經佔高比例的人口 應該要成為台灣本土的多元文化 這個多樣性的一環這樣子 不過你剛剛談到的這種 會不會造成社會問題 其實你是從一個 因為這些外國的朋友 是跟我們在語言文化上面 生活經驗上面是有些落差 那你同時也提到了一些實際的 這些案例當中 也告訴我們 在這個所謂的逃跑外勞 或是失聯移工 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或是移工本身造成的 台灣的社會問題 其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嚴重 那這個其實是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在數據上面 或是我們自己看到縣市上面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嚴重 但是也許沒有那麼強的社會安全問題 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 我最近看一本書叫做移動力 副標題太長了 我就不要念 台灣新書都喜歡把那個副標題弄得很長 那就是移動力這一本書 然後他提到移動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所謂的全球都會發生的現象 特別你剛剛談 他裡面提的概念跟你是有點類似的 他提到說 在這種少子化的這種情況 每個國家都會面對到 就是所謂的人口 大量的衰減的這樣的一個壓力 所以開放移工 開放這種外國人來這裡定居 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一種 所謂的國家發展的策略 他不僅能夠去解決少子化 或是可以解決經濟的問題 他事實上也可以讓這個地方 會有多元的這個刺激 那所以他對談到一些國家 例如說我覺得台灣可能都會蠻適合 例如說我覺得台灣的氣候可能是非常合宜 能夠是適合很多人來這裡移居 或者是台灣的某種的這種基礎的建設 其實也都做得非常好 是一個相對很多國家 他絕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生存的環境 可是他也提到 他這本書裡也提到 所謂的新民族主義 就是所謂新民族主義 就是還是會站在一個自己國家的 利益的這個立場來做一些考量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台灣 包括歐洲很多國家在面臨到 不管是濫民也好或是移民也好 那個就會有很多的內部的 這種不同的意見 那不同意見 其實有一個就是剛剛談到社會安全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所謂的就業機會 那另外一個可能不只是就業機會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一種生活上面的 各式各樣的摩擦 那這可能不會搭到一個所謂的社會安全 但是他可能會產生很多的衝突 那包括生活習慣的落差 可能都會是一種社會衝突 那我們在談到說開放移工或是開放移民 甚至也有人會主張說移工 當他一定的時間經過一個過程當中 他應該也可以成為這個國家的移民的同時 這些問題不會發生嗎 或是很多人會有這些疑慮的時候 那這些疑慮有辦法去消解嗎 我想其實台灣應該 最近有個很夯的詞 叫韌性 如果台灣在這方面有韌性的話 其實台灣這塊土地本來就是一個多 多族群多移民 然後我們台灣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對移民社會 張權蟹鬥 然後我們的元漢之間 各種的衝突 然後再加上國家的不當的介入 然後資源的分配 其實如果我們都不談這72萬移工 台灣本身在這樣子的脈絡下 我們就一直走到今天 然後我們也就是在過去發生這些各種的 這些種族之間的這些衝突 語言的歧視 然後等等的 那我們開始知道說 透過一些一些人權保障的機制 透過相互對話理解 其實就是說不敢說完全和解 但是至少我們彼此知道說 大家都要生活在這個土地上 那今天因為這個在1992年就是 我們移民政策開始支出 其實是要解決所謂的勞動力的問題 而且當時候的政策 其實是要滿足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資方 是需要廉價的勞動力 所以廉價的補充性的勞動力 那我們就走了這30幾年 那一直到現在 我們其實我必須說我們的勞動部 我們的移工政策 其實都還停留在30年前的思維 那但是現在其實就是可以說 轉變應該要啟動了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30年前的狀況 然後台灣面臨非常多的挑戰 尤其是人口的結構會變化的非常的快 而且我們也應該要正視到這些移工 對台灣的各種的貢獻 但我會覺得我們的思考不是說透過開放移工成為移民 來解決台灣人口的問題 或來解決這個 所謂產業的問題 勞動力的問題 因為這會過度的把這一些移工工具化 然後好像是就是說 是讓他們來解決台灣 但我覺得應該不是 而應該是我們要創造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 以及尊重人權 然後講求這個平等不歧視的一個國家 而且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讓台灣在亞太地區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跟我們鄰近的國家非常非常不一樣的一種特色 那從人權的一個價值來含那這些東南亞的這些移工 然後讓他們願意留下來成為台灣的公民 甚至他們有可能讓他們的家人也可以移民到台灣 因為這些移工他們所謂的客工制度 就是他們是跟家人分離的狀況下來到台灣的 那這點本身其實也是非常不符合人權的 因為聯合國的移工公約 其實是把移工的家人整個設計在裡面的 所以當我們引進移工的時候 我們不是引進他勞動力 我們引進的是他這個人跟他 的這個家庭 所以我們的移工政策 必須要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那當然各位聽眾可能會覺得我好像在做一個夢 好像不太可能 但當我們說要尊重人 然後要把移工看待這個人其實就應該要這樣想 雖然跳太快 但跳太快其實是因為現在太差 現在的處境的移工真的是太差 對我覺得這些顧慮其實是很正常的 那我想說可能在不同位置會有不同的思考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社會裡面很正常的狀況 但是有時候我們有時候太害怕 太保守太恐慌 所以其實這個社會它其實很難有比較的開創性 我們常常講鼓勵企業鼓勵一些人 應該有一個開創性 那國家在某些的政策上面 他可能都應該要有某種的開創性 然後這開創性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這樣談下來 或是我們過去幾集也不斷的在談一些香港的問題 或者是我其實在臉書上面 有些朋友我們會討論 就會談到說台灣的移民政策 或是很多國家的移民的主管機關 他通常都是一個比較保守的 保守當然會從一個國家的利益的角度來做思考 那這個我覺得無可厚非 本來國家裡面 他本來就會有不同的政府部門 他本來就不是鐵板一塊 他本來就會有不同的 他的功能跟角色 他怎麼去做協調 但是如果回到所謂的移民的相關的主管機關 或者相關的法規來看 你怎麼去看台灣的這些移民主管機關 或是法規所一直長期以來 這30多年來所呈現的一些態度 我覺得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我當然是覺得是保守的 就是他不夠開放 所以我們應該要更多一個海洋國家 當然要面向海洋面向世界 那但是他不夠開放 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一個就是我剛剛談到的 所謂的社會安全 這社會安全可能 這個最特別是的是 這種比較相對之下 比較所謂的一般的基層的勞動力的這些供應者 這些移工或者是移民 或者是這些所謂的外配 就是所謂的這個新移民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國家安全 就是那個安全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國家安全例如說我們在談很多香港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他反映出的是國家安全 就是這些港人會不會 一個部分是說會不會造成我們這裡的就業的問題 另外一部分就是會不會是一個共諜 那這個包括也包括像難民法相關的討論當中 也是存在的這樣的一種思考 那我不知道意想是怎麼去看整個台灣的移民政策 它背後所彰顯出來的一種思維到底是什麼 就像我剛剛談到的法律 它通常就反映出的是立法者的價值 我想就是當我們在談移工跟談所謂的港澳中國人士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問題意識或整個脈絡確實會不太不太一樣 那我們的在談移工所衍生的想像出來的那些社會安全的問題 我想剛剛已經談了不少 那我也可以同理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政府機關 他當然會橫平的考量 不像我們人權團體就是會比較站在人權的價值 他們可能有各種資源分配 或者是要照顧到資方的這些多方的利益 這個都可以去理解 那但是 然後我們也看到其實現在已經有逐步的 微幅的打開一個縫 就是所謂的留財酒用方案 然後但是他想像的這個移民 都還是就是說非常 就是說要符合某一個非常高的這個門檻 然後我們政府才願意開放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就是在我們看來 其實他應該要更大膽的去開放 然後讓很多其實這些移工他們至少三年 然後最長可以到十幾年 這個他幾乎人生的這個這個幾分 就是說非常長的時間就是共進來留在台灣 那當當我們還是用一種抽象的社會安全 來看待這群人的時候 其實就會讓讓這個政策變得非常的窄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應該要再透過各種方式來讓他開放 那至於國家安全 當然他背後有這個台灣現在在國際政治或地緣政治上 然後我們在面對中國的這個各種威脅的狀況下 很自然的一種政府的反應這樣 但我也必須說就是我們 我們政府的反應會讓我們覺得很困惑的就是說 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就是台灣確實會有國家安全的問題 對 但是你政府就是要提出一套 從裡面去做你的各種的把關 然後各種的所謂的這個這個相關移民難民政策的治理這樣 那但是在面對港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的其實是各種別扭或各種 不知道如何施展的一種做法 就是你既想要好好的保護那些需要保護的港人 但同時間你又 你又 不太敢明確的就是好好的去設置一個 很好 很好的難民庇護機制 那 然後用國安的理由說 我們現在不需要機制 但 但這個就是 會讓我們困惑就是說 你不管有沒有 機制 你都會 會有國安的問題 那 那但是你有了機制 你反而可以名正言順的 有一套治理的方式 來 來 回應這個 可能政府內部或一般社會大眾 對於國家安全的疑慮 那實在想不到別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國安理由 所以我們不需要機制 這個其實是 我們一直想不透的 政府內部的那些 到底他們是怎麼想問題的 所以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說忽然出現的那個久不得的那個對於港人 港澳人士的那個要求其實就 對其實就反映了這件事情 那就說普遍性的來好像想要去阻止這個眾多港澳人士裡面的那些所謂的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其實看不到政府它的有章法的方式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樣的狀況也包括很多來自網軍側翼對於政府歷次想要好好的回應這件事情的批評 然後導致政策的退縮 那我們也就是說也目前還沒有看到政府有比較好的回應的方式 所以我們會持續還是會持續的來監測這一次 但因為很誠實的說 所謂的遠港專案這種專案式的方式來協助這些香港的抗爭者 我必須說他真的是有實際在協助在台港的 而且他也真的就是說幾乎是在實踐所謂的民屁股機制 但是但是他就是欠缺 其實有一些人因為這樣子來到台灣對來這裡就業或是就學 這的確我們也接觸到一些這些香港的朋友了 是對對確實有解決了很多在台港 在港發生者的這些在台生活的困境 那既然都坐到這邊了為什麼不在我們前面 讓他更明確 也許政府有他自己說不出的理由還是在很多的考慮 但是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這也不是只有在台灣有我剛剛談到世界各國都在面臨到這些狀況 特別是越富裕越民主的國家 大家心之嚮往都會想要來 而這其實也是一個國家的那種民主化或是多元化 甚至一個未來所謂的國力吧 這個一個展現一個非常重要累積或是展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可以理解移民的單位對於這些事情 他通常都是一個審慎的 可是審慎不是後退而是要審慎前進 這是一個最基本要做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一個我剛剛談到海洋國家就是要面向世界 他就應該要去當然在某種安全的顧慮之下 他怎麼樣去讓這個世界更多的這種能力 或是更多的人到一個很好的地方共同生活 我覺得雖然是一個理想 可能這也是一個國家可能要去思考的一個方向 今天非常謝謝易翔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我們上次有機會再討論 對也許我們待會可以再討論 未來有什麼樣的更系統性的 這樣的一個合作的一種方式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周再會拜拜 謝謝大家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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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